我先補充一下 剛剛有志講的那個演訓 演訓規劃的事情 因為我以前在軍中的時候 我申請過非常多次的海空管制 我先講一下國際上的慣例 國際上的慣例 申請當然要作業程序 但我公告之後 通常要公告七天之後 為什麼 很簡單的理由 不管我申請多長 我公告七天之後是讓 周圍的不管漁民 或者是航線有機會做調整 那這次中國大陸很厲害 就是在裴若曦到了以後 36小時就開始 剛剛我們有志講的七塊貼布 六塊貼布就出來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在演訓的過程中 就是我們要申請這個海空管制 絕對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 通常我們到七天後 緊急可以三天後 可是沒有一天當我在緊急 因為這個緊急對民眾的影響太大 以這一次的例子來講 我聽說中正機場 有五十幾個航班是取消的 這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再講延長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很少有延長 而是怎麼樣呢 而是我們在申請的時候 那個window申請的比較大一點 我們可能會提早結束 那因為我們本來就申請的比較大 所以正常延長 但是看到這次中國大陸 所申請的涉及通報裡面 並不就是海空管制 就是突然間就是說 本來是今天中午要結束 現在突然間聽說要望後延長 不過我剛剛很仔細的品味那個 我們有志老師說的那個字叫 聯合火力對地打擊 這幾個字 我來解釋這幾個字的意思 然後看看這次中共的演訓的結構 是怎麼樣的 他第一天的day one的時候 就是從第一天的時候 他們做的是 就是所謂的火箭彈 火箭軍的彈道飛彈射擊 跟火箭炮的射擊 這兩件事情 這兩件事情 對我們以前在做 台海防衛作戰規劃裡面 就是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我們講萬彈齊發 萬彈齊發就是一大堆彈道飛彈 就過來了 所以第一階段 那第二階段會進行 台海作戰一定會進行的 就第一階段一定會進行的 第二階段 叫做台灣海峽 或是台海周邊的 制空權 制海權的爭奪戰 所以他們這次有做 制空權 制海權爭奪戰 第三階段是什麼 第三階段就是要登陸 他們叫登陸作戰 我們叫做談判句子 我們就這樣講 好 那剛剛講說 聯合火力對地打擊 對地其實就是所謂的登陸了 就要登陸了 他如果真的要做 他就是要登陸了 可是我們現在看 他所畫的那幾個演習區塊裡面 無法連續就是 就是狗屁高藥 無法連續成一個 可以做登陸作戰的演習結構 無法 因為他是一段序的 段序的 所以我在這邊就做了一個判斷 做了一個判斷 他這個聯合火力對地打擊 因為他特別講東部戰區 不是黃海駁海的北部戰區 那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戰區在做的 所以他們可能後面 他們有他們自己預化 預先規劃好的 在他們內部 就對著大陸的岸邊 或地上的聯合火力對地打擊 聯合就是不是只有陸軍 可能有海空 或者海陸等等的 就是不只一個軍種 他叫聯合 也許陸海空都有 聯合對地打擊 那如果有這麼一個演訓 出現的時候 他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他們在把這個劇本的 第三階段也在做 只是沒有做到台灣這個土地上 他們就做了 那好 三個串起來 當然美方希望我們 繼續打城鎮戰 我們這個就先擺架不談了 這三個串起來 就是說他們想展現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有完整的 一個對台作戰演訓 他想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到底 那七個狗皮膏藥 那七塊地方 到底現在會不會 繼續演訓下去呢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怎麼樣觀察 第一個就是 我們看國際航班 能不能經過那些區域 可以 就表示他已經解開了 因為現在訓息太複雜 我不知道該跟誰求證 第二個如果他就這樣子 比較粗魯式的延長的話 剛剛有一次講到就是說 那代表他們的軍隊的訓練 其實是有任性在的 有那個任性在 我要延長就延長 以前我們常常在講 那個 作戰演習 作戰演習 累死的 不是在 在跑 在現場的那些官兵 而是後面的參謀作業 後面的補給作業 那才是累死人的 那個是非常艱苦的一件事情 那他們今天如果要延長一天或者兩天 那些彈藥補給 那些止餐作業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 他們現在整個所做的演訓 我這樣子來看 第一件事情 為什麼民進黨政府要請裴洛西來一趟 想經由這個動作來提升所謂 台灣的國際地位 他想 他想 對中國道理來講 你這樣子想提升你國際地位 是完全違反我的一中原則了 所以他必須要做這個反應 剛剛有次特別講 大陸是炸鍋了嘛 當初 有某總編輯講的說 會扮飛什麼什麼都沒發生嘛 是會炸鍋了 所以 他必須要把這個演訓 擺出來給我們看 擺給裡面 就是這種對大內宣的認知作 他必須要做出來 對我們這邊產生什麼影響呢 其實對我們這邊產生影響 理論上應該是產生很大的一個心理壓力 但是對我來講 對我從以前我當軍人的角度來講 也不錯啦 為什麼不錯 你今天在我家門口遠訓 就是我收集你情資的時候 原來你的海空聯合作戰 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就抄下來啊 然後我就知道你會這樣子做了 這也沒什麼不好啊 好 那是對我們的部分 所以我們先有句話叫做戴的敵情戀兵 就戴敵戀兵 我們有這個效果在 那現在這樣講說 他這個演習區域呢 對其他的國家來講的就是說 我們在很多節目都談過 就是所謂的第一島鏈的破口出現了 那有人講說那個 海峽中線從此不存在 就吳宗憲 不是那個演藝人語吳宗憲 吳宗憲 吳宗憲 從此吳宗憲 吳宗憲就出來了 吳宗憲 那不管是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對其他國家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 第一島鏈的破口到底存不存 好 所以剛剛講的很重要 雷更好 你來不來 因為在這個事件之前 中共那邊已經講了很多次 所謂的台灣海峽 不是國際海域 已經在講這件事情 也不斷在講 海峽中線是個不存在的東西 已經不斷在 已經不斷在講這件事情了 好 那雷更好來不來 另外一個來不來是林肯號 因為接著環太平洋軍演就結束了 那林肯號 當然經過一個月的演訓是很累的 很辛苦的 他會不會就投入這個 亞太地區的所謂的巡役 來不來 因為這件事情就開始可以 對中共 你現在所做的這個動作而言 對我們其他的美國 所謂的盟邦而來看的時候 你美國以前講的話算不算數 就很重要 但是來了之後 我們就會有很多其他的連鎖反應 那也許也不是我們期待的 但是有一件事很確定的 海峽中線真的消失了 真的就是無中線了 以後就無中線了 之外剛剛陳老師有提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政府躺平了 今天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日本對中國彈道飛彈的發射 到了所謂日本的專屬經濟海域這件事情 日本有提出他的抗議跟聲明 到了我們家門口來演訓 雖然我對我們國軍是稱讚的 譬如說昨天就有個訊息顯示說 新聞顯示我們有13招主力艦 一對一的跟著中共的軍艦 這個我是稱讚的 但是除了軍方的作為之外 為什麼政府躺平了 好像西線無戰式 東線也無戰式 大家都睡著了那種感覺 那這個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政府這時候不是蔡英文總統 發表一個韓話就好了 而是怎麼樣子讓國際間看得懂 我們現在政府的作為是什麼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剛剛陳老師也提到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台灣人的明星 到底怎麼一回事 當然我們窮緊張是不會解決問題的 但是我們對這件事情 中共已經到我們家門口 來做演訓這件事 認知是什麼 其實要好好的探討一下 就提到說這個圖片 昨天我們在講的 這所謂的對不對 到底要距離多近等等的 是不是做半套 結果人家馬上又心戰 又認知作戰 對我們看到的就是 他也特別提到了 我們昨天看到你們 南洋艦的位置 我把經緯度都給你好了 我們直線距離是11.78公里 我們可以做得到 那你們呢 今天針對這個來講 等我再回來講 那個導彈偵測船 先針對這個來講 我覺得這次整個過程中 我一直對國軍很有信心 但是國軍很多的資訊沒有披露 政治問題 我在講一次是政治問題 我對國軍很有信心 我雖然退伍超過12年了 我在樂山雷達工作過 我知道那邊情資收集的狀況 只有一個可能性 我們沒有完整情資 是美國不給我們對外送 因為那邊的情資是 以美國為 送給美國為主 我們這邊他會管制 但是我絕對相信 我們情資很完整 所以對於我們國軍 知不知道彈道飛彈的軌跡 知不知道從台北上空經過 國軍絕對知道 絕對絕對知道 但是因為政治的原因沒有公布 就是剛剛前面兩位前輩所講的 那個不是國軍的問題 先來講這個海軍的部分 海軍軍艦所謂的這個部分 我們國軍的能力也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能不能 真的所謂嚴密監控 能不能知道他懸號 國軍都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政治的考量 做了什麼事情 那不是國軍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只做一個梗圖 叫嚴密監控 所以連P圖都不要 然後其他資訊不提供 那不是國軍的戰力 不是這個問題 只有政治考量 那對岸就把資訊提供出來了 所以剛剛老實講心理戰 我們把那個認知作戰 在我們學習的時候 他說分三塊 第一塊叫做輿論戰 第二塊叫心理戰 第三塊叫做法律戰 這三件事合起來 合起來就是整個認知作戰的結果 希望達到那個目的 就不占而屈人之兵 從這件事情來看 從這件事情來看 蔡英文政府只會對著我們人民做心理戰 對在法律戰 在輿論戰方面 真的輸人家了 真的已經大輸人家了 好 那我們現在談一談那個 剛剛講那個 導彈偵測船 如果現在美軍的導彈偵測船 往那個方向走的話 就去到台灣東岸的話 它代表的意思是 在美國的情資裡面 中共還有導彈試射 要不然它不會過來 我這樣講一下 在1995年1996年 導彈危機的時候 那時候中科院真的很厲害 我們的長白雷達 長白雷達是天工的射控雷達 當初這個雷達在研發的時候 我們從美國引進這技術的時候 本來當初的想法 是希望能夠做成 我們海軍小神盾上面的雷達 我為什麼先提這個 因為現在美國最重要的 那個神盾上面的雷達 這兩個是同一個源頭的 但是長白雷達 或者是天空飛彈 它基本上是個防空用的 不是反彈道飛彈用的 是防空用的一個雷達 那反彈道飛彈就要往上看 而且精度什麼要做調整 頻段要做調整 中科院的工程師 在壽命之後很快的 就把固定式的長白雷達 調整成可以往太空看的 一個搜索彈道飛彈的一個雷達 後來去跟美軍做資料比對的時候 我們的精度比美國還好 比美國神盾艦收集的精度還要好 那這個也是要支持我剛講的 國軍絕對行之徵收沒有問題 我支持這一段 好 那現在美國一個所謂 導彈偵測船過來 他就是要收集彈道飛彈的資訊 如果中共不打彈道飛彈 他過來是沒什麼好收集的 為什麼要收集 收集的原因是 研究這個彈道飛彈的行為 他就會知道他將來 會具有怎麼樣的能力 研究他的反制方法 結構是這樣子來的 好 所以這個提供的訊息 很重要就是表示 從美國的情資 中共那邊 還會有彈道飛彈的試射 不然這艘船不用過來 第三點我想提的 就這邊提到說 無人機對台灣的威脅 就是小型低空飛行跟慢速對大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個說法 我們對飛行器的偵測這件事情 如果雷達偵測不到就什麼都沒有 小不容易偵測到 低空飛行不容易偵測到 那為什麼慢速會是個威脅呢 因為一般來講 防空上面的火炮 通常都對快速的 所以它如果飛得特別慢的時候 反而可能對防空系統的反應 會不太一樣 但是有另外一個問題 小型低空飛行跟慢速炮 就很難從對岸飛到我們這邊來 不太容易了 就不容易了 所以它很可能是從他們周圍 演訓的軍艦上面發射出來的 那我想這一點呢 不管是不是對的或是錯的 但是我們在國防整備 國軍整備上 是要往這個方向去注意的 大家今天到包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進月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放通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足夠出人物 CTI444